现在的充电宝虚标满天飞 你说这个绿联145W充电宝 有多少参数是虚标的 我拿到的这款是支持PD3.1 140W充电的型号 注意一下 型号是PB205 看一下重量 500克 看一下充电功率已经降到了0.1W 确定充电已经结束 充电宝表面的最高温度现在有18度 现在的气温是13度 把放电电流设定在1A 把放电电压设定在20V 开始放电 重新记录 放电功率20W 现在放电大概放了2小时20分钟 室温现在有13.9度 剩余电量还有32% 把充电宝的最高温度22度 散热还是不错的 把充电宝彻底放光到0% 用了3小时51分09秒 总共放出74瓦时的能量 充电宝的标称能量是90瓦时 算上转换效率80% 理论上可以放出72瓦时的能量 实际上我们放出了74瓦时的能量 是超出了预期的 我们现在开始对它充电 重新记录 现在充电到83% 功率开始下降 天气太冷我开了暖风机 现在的室温是14.9度 充电宝现在最高温度在30度 现在充电电流基本减到0 电量已经充到百分之百 总共用了一小时44分钟 充入的能量有96瓦时 比标称的90瓦时多充了6瓦时 这多出来的6瓦时 是里面的开关电源转换损耗 在充到80%之前 充电功率都维持在62瓦到63瓦 随后逐渐下降 从充放电的结果看 绿联的这个145瓦充电宝 在冬季 仍然可以达到90瓦时的容量 现在先测A口 这些是A口支持的协议 5V满载电压是4.996瓦 纹波50-60毫伏 过载电流是3.5A 9V满载电压是9.08V 纹波80毫伏 过载电流是2.5A 12V 12V满载的电压是12.017V 纹波80毫伏 过载电流是2A 10V的满载电压是10.008V 纹波80毫伏 过载电流是3.5A 实测下来 A口的极限功率22.5W是达标的 好 我们现在来测C2口 这些是C2口能支持的协议 5V的满载电压是5.098 纹波60毫伏 过载电流是3.4A 9V满载电压是9.105V 纹波80毫伏 过载电流是3.4A 12V满载电压是 12.109V 纹波80毫伏 过载电流是3.4A 15V满载电压是 15.112V 纹波70毫伏 过载电流是3.4A 20V的满载电压是19.96V 纹波是180毫伏 过载电流是3.6A C2口的极限功率也是 妥妥的65W 最后我们来测C1口 这些是C1口支持的协议 最高能支持到PD3.1 140W的功率 5V满载电压是 5.022V 纹波是60毫伏 过载电流是 3.5A 9V的满载电压是 9.013 纹波是90毫伏 过载电流是 3.5A 12V的满载电压是 12.005 纹波接近100毫伏 过载电流是 3.5A 15V的满载电压是 14.995 纹波是70毫伏 过载电流是 3.5A 20V的满载电压是 19.90 纹波是 220毫伏 过载电流是 5.7A 最后一个 28V 28V的满载电压是 27.82A 纹波有点不太好 达到了 520毫伏 过载电流是 5.7A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个充电宝的最大放电功率达到了 157.86W 我手里只有两个电子负载 所以没办法直接测三口充电 但是我注意到双口充电的C2口和A口同时工作的时候 都只有20W 那也就是说这两个口应该是同一套放电通路 现在先测C2口和A口的同时放电极限功率 我发现一个现象 C2口单独工作的时候是可以输出20V的 但是当A口插上去的时候 它就变成5V了 A口我们给2A的负载 C2口也给2A的负载 现在C2口和A口都是10W的功率 我们往上加一点看一下 我们把C2口加到11W A口也加到11W 现在C2口11W A口11W 可以正常工作 仍然有10%的过载能力 现在测C1口和A口同时工作的极限功率 现在让A口超载到23W C1口只能输出20V3.5A的电流 如果我在往上增加一点电流 就会出现现流 即使我把A口的电流降到只有2A C1口的电流也没办法超过3.5A 很遗憾 这个双口模式最大只能输出69W加22.5W 现在我们测C1和C2口同时输出的极限功率 C2口直接加2.5A的电流 C1口加5.5A的电流 启动 C1口和刚才一样 电流没法超过3.5A 我要尝试一下 C1口输出69W的时候 C2口极限能输出多大的功率 现在可以确认 C1口输出20V3.5A的时候 C2口可以输出20V2.68A 我们现在得出一个结论 三个输出口独立工作的时候 极限输出功率可以达到最大功率的110% 但是在多口输出的时候 C1口最大只能到20V3.5A 也就是69W的功率 在这个模式 A口可以到23W的功率 在这个模式 C2口输出让我有点意外 能达到20V2.68A 也就是53.6W 总的来说 绿莲的这个145W充电宝 它的参数有惊喜 也有遗憾 它在单口工作的时候 输出功率是有惊喜的 虽然多口工作的时候 C1口的输出功率达不到额定值 但是C2口的输出功率 是超过额定值的 好了 我是机电匠 我们下期见